好,先聽一下,是潘先生 潘先生 喂,潘先生 你好,潘先生 你好,潘先生 好,還有嘉賓文迪在這裡 你好,你好 好,你說來聽聽,有什麼事 其實我本身平時都是做法師來的 你是法師來的? 即是法科師傅 不要叫師傅,因為我不喜歡別人這樣稱呼 應該叫什麼? 其實隨便一句 好,好 其實我做過一些個案,關於鋼頭、鋭位等 想有些個案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現在看過很多坊間 有些師傅不是針對人 有很多誤導大家的信眾 我想找個機會去糾正大家的觀念 哪一件事是最重要的? 你今晚說一件事 你覺得最重要的 好了,我隨便說一個故事先 好,好 其中我做過一個個案 就是關於鋼頭的 嗯 就有一個人 是年輕人來的 從未到三十歲 他就有拍過電影 就是在卡拉菲來的 挺帥的 因為帥哥又有拍電影 是屬於針鋼 OK 就在一個肚瓷那裏 就腫了 就是腫了 就是腫了鋼之後 剛才就好像不以為而無事 那樣的 這樣就有些 就是他以為自己普通行衰運 黑仔 是 走去坊間那些花圃 就隨便買一些出色花回去沖 因為越沖就越大鑊 然後呢 是 然後就燃了出來 反而還這樣做錯錯 就更加逼出來 那肚瓷就腫了 嗯 腫了之後就不斷不斷流浪 整半隻那些 那些金啊 那些金啊 半隻那麼大 哦 不斷不斷流浪 嗯 流了幾個月都不好 OK 是 流了幾個月都不好 那看了醫生 看了幾個月都一樣是不好 是 那講過肉酸一點 我最初就有心整顧他的 其實我跟他本身都是 除了我的法師之外 大家在另外一份工 大家都是同事來的 即是你知道他那份人是這樣 所以被人搞 要承解他 是的 他出事之後問我 究竟什麼事 問我任何搞 我就有心整顧他 我說 沒事的 你看醫生算 是 好了 看完之後看了幾個醫生 終於都不行 嗯 最後到最後那次 他去看醫生 醫生就說 我回答他 就說找不到病因 嗯 醫生照了光之後 發覺後面 就是肚臍後面是腸來的 是 是 那肚臍跟後面那條腸 是黏住了 黏住了 那根本是沒有可能 就是一個接近 因爲這麼大 由小到大 接近三十歲的人 無理頭 怎會那條腸跟肚臍 黏住了 還不斷這樣流浪 好了 醫生終於沒有辦法 就幫他做手術 就割走了十吋 嘩 嘩 這樣就亂了 醫生沒事了 怎知做完手術之後 其實都是不好 嗯 仍然不斷消腫 肚臍的位置 沒有了肚臍 其實已經 但那個傷口位仍然沒有消腫 是繼續不斷不斷流浪 是 仍然拖了一整個月都不行了 直至他再問我 我才講真話 跟他說 嗯 接著就幫他做了三日八次 嗯 就好了 但是爲什麽你那刻都 他做手術的時候 你都不出手 你要他剪了十吋 可以這樣說 大家都是男人 正常心態 其實就講真一句 就是張心比心 一個對 因為這樣換世不公 對他忍不住 你要他是受一些東西 放女士是玩具 是嗎 夾完鬆的 這些人是否要給他教訓 他才講真實話 對 對 但是我想問 有心給他教訓 所以讓他做手術才醫治他 潘先生 我想請教你 問一下你 其實怎樣分 他是不是 真是 我當一個很 行外人不懂 對 有些分是無名總毒 對 或者是醫學的理論 對 怎樣去認知 這個 原來狗病都醫不好 真是降頭 就是降頭 其實有沒有區分 這些事情 我知道 其實很多時候 現在坊間曾經 很多傳媒 或者其他那些師傅 都會講一個很簡單的理論 就是 如果那個人中了鋼 基本上很多條都是針鋼 他不是說 在眼睛看到一條黑線 其中是 是 這個其實是 如果看到一條黑線 其實就是 那個落降的師傅 功力不足 還有 最簡單的針鋼 才有機會看到 即是深一點的 已經看到 對 如果那個師傅 那個落降的師傅 道行高的話 普通人是看不到的 一定是 修法 有上下道行的人 才可以 眼睛看得出 嗯 那你最終就幫他 破了這個針鋼 對 做了三天發事 施鋼者 都是香港的 施鋼者 一定是泰國師傅 那怎麼辦 你是不是跟他對法 或者怎樣鬥 其實不需要 因為他這個是最簡單 最簡單的一個層面 最簡單的一個層面 我們可能會用一些法器 甚至一些咒語 將那個師傅所施的降頭 反射給那個師傅 就是最簡單的做法 但是會不會那邊的師傅 不肯有什麼對抗 即是說我不能解釋 大家都是做過那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在每一個師傅 自己周圍 都會有一些保護的平常 潘先生 我又想請教你 就是 如果我是那個女生 我去叫師傅 在這個男生身上 但是那個 要不需要自己收回 要不需要自己收回 去施缸 我不是這個問題 我一定會是正常的 如果一個女士 不要說一個女士 當男也好 女也好 如果她為了達到某一些目的 要專門去搞別人 即是師傅下降 去搞某一個人的時候 這樣她真的要自己受 因為是業將來的 因為她等同害人 但是如果那個女生 譬如現在那個女生 譬如現在那個女生 她被人搞完 是吧 出完了 那個男人 如果那個男人 丟完鬆 然後她再去找師傅 去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她只不過 她可能沒有這樣的能力 去報復 即是叫出師有名 你覺得她是嗎 是的 她就出師有名 本來都是不對的 但起碼她出師有名 是想為自己拿回公道 所以 沒有那麼嚴重 也不是好 因為 我局部上就是 因為 始終是人 始終是人 人勢的東西 可能下下拿一些法科的東西 對 而且我覺得對跟錯 有時候 很難說 誰對錯 對 沒有說誰對錯 只不過是 那一刻 那個女生 是她的角度去看 就是你搞我 是不是 咒完了 那當然是我對 對不對 就是 不要說拿法科的東西 有時候先說定常 好 喂 潘先生 多謝你簡單的來電先 或者我們再聯絡再談一下 好 好 其實有幾個個案 最近我做的 有一兩個個個案 都幾 都幾 你聽回恐怖在戰 其中有一條聲 我貼上去 那條聲 你聽回 聽起來好像AV女郎 那樣 你貼在哪裏 在討論區 是的 恐怖在戰的討論區 你找回 你的網名是甚麼 用佛心居士 哦 OK 那條聲我寫著 是真人真事驅鬼 錄 好啊 有半個小時 那條聲 那條聲 由開始錄的時候 其實有一些 只錄到那個女士 那個受害人 本身在法治之中 一直在喊 一直在破 那隻鬼 一直在喊 好像AV女郎 這樣 OK 好 令到某一些 大家討論區的朋友 都覺得 嘩 是不是 好像AV女郎 其實真的 那條聲 我不是有心路 因為我不是很喜歡 把法治的過程 拍攝 那天我在廳 那天我彈在家 在我家裏做 唐發事的時候 我太太和兒子 躲在房間裡 不敢走出來 嘩 聲大到 我兒子在房間裡 拿手機錄到這樣 錄到這樣 是不是很大聲 是啊 那個受害人的聲音 都可以在手機上聽 會不會影響到其他鄰居 人以為做甚麼事 以為聽AV太大聲 因為我旁邊的鄰居都知道我做甚麼 所以不拍 好 明白 好啊 其實我正職 我正職是消防員 哦 那消防員 經常都遇到這些事情 是啊 反而覺得你消防員 還有一些靈異事件 可以說一下 有啊 就算我現在 我自己守國安局 我們都有的 好 不如這樣 我們再聯絡好不好 好 好 我們遲些再談 謝謝 好 好